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午安 我是华信投顾小崔老师 今天是9月22号礼拜五 我们会发现到今天台北股市卖压还算蛮重的 我们稍微看一下 目前指数跌了66点左右 指数今天是呈现一个开低走低的状况 那昨天台北股市有反弹 不过我反弹的过程里面 我们会发现到今天台北股市呢 目前下跌的过程里面 已经几乎把昨天的内根K线 几乎已经吃掉了 那昨天我们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跟他去分析的时候 当台北股市昨天反弹起来 那我们就跟大家说 我视为这个盘 它为一个盘头又多的盘式 它是一个比较属于盘头又多的盘式 而且呢 你要特别留意的是下个礼拜 因为还有一个摩台结算 那要特别留意台北股市呢 这个地方的盘头模式里面 它会不会开始呢 去测季线的关卡 甚至有破季线的一个压力 那为什么会在这里 跟大家去做这样的一个解说呢 这有几个重点 你把它稍微理清楚一下 我觉得对于整个盘式 未来的一个变化 不会太难 我们先来看 昨天美国股市呢 是稍微 远准会开完会议之后 我们会发现到 其他这次啊 QE是如期的举行 那年底的时候呢 又说出了 有还会再升息一次 那代表的说是比较属于 银派的一个说法 那造成美国股市呢 昨天是下跌 但是跌幅并不重 你会发现到 道琼跌0.2% 高科技股大概跌了 0.4%到0.5% 可是呢 在美国股市里面 昨天跌最凶的 各位 这跟台股市有息息相关 就是属于Apple的股价 昨天苹果的股价 大跌了1.7% 然后呢 你从苹果的走势面 你来看 你会发现到 苹果的走势呢 在这个地方 它再创 这个波段以来的低点 从新期发表之后 到现在为止呢 几乎没有高点 那持续再创低点 那对台股有什么影响呢 你仔细来看 比方说昨天的鸿海 股价重新是要反弹 可是反弹没有过无日线 现在这个半年线的关卡呢 又面临到考验 再仔细来看 3008的大立光 大立光也是破月线之后呢 目前在走一个区间 那刚刚呢 这地方已经跌破了 整个季线的关卡 又在创近期低点 那台积电目前还有在撑 可是你想想看啊 台积电虽然还在撑 可是呢 大立光跟鸿海的股价呢 都有破线的危机 而且头部都已经出现了 那当然对一些 平盖的个股的压力会更重 所以呢 比方说2474的可乘 这一类型的个股呢 到今天为止你会发现到 到目前为止呢 再创低点 除了这档个股之外呢 3673的TPK 同样的呢 在这波的走势里面 目前也都是 再创波段低点 所以呢 下个礼拜 平盖的个股 若苹果不止跌的话 那平盖的个股补跌 压力就会更重哦 所以呢 平盖股它本身在台股 占有全值的特色 所以呢 当这些股票都还在补跌的话 你说指数怎么会有一个高点呢 所以这是一个重点 那第二个重点呢 下个礼拜要特别留意的就是 筹码面上面的变化 昨天市场的融资再创新高 又增加了10亿 好 增加了10亿 那投资们你仔细来看 台北股市呢 在这一段格局里面 大概8月24 25号之后呢 台股就维持区间 那这段格局里面 台北股市的融资 是一路增加了 打死不退 那这地方呢 也代表了说 筹码面已经有跑到散户的手上 可是呢 当筹码跑到散户手上的时候呢 指数却上不去 那这地方呢 台北股市已经破月线了 那这地方破月线 也代表说 你这个地方买进 用融资买的人 全部都是套牢的 那现在套多少呢 将近套了快100亿 将近快套了100亿 如果台北股市在破季限的话 代表说这个上面 所有买进融资的呢 全部都套牢 到时候会套多少 将近140亿以上 所以呢 当整个台北股市 如果破季限的话 这个融资 套了100多亿的融资呢 它会开始怎么样 会开始多杀多 会开始多杀多 所以呢 台北股市呢 这个下个礼拜 之后开始呢 整个季限的关卡 它非常重要 而且如果说台北股市 破季限的话 投资朋友 月线将会跌破季限 而且月季限的子王交叉 那个趋势就会成形 当这个趋势成形的时候呢 台北股市到今年年底的这一段 我认为台股的多方啊 它会形成一个 修正波的一个压力 那对台北股市的压力 就会更重啊 所以我们就近期在节目里面 我一直跟他提醒说 台北股市哦 你不要想说 指数不跌 然后再走区间 可是目前这个盘 它没有标股 它没有标股 那这个盘也没有主流出现 那与其在这个时间点 你进场去抢股票 结果套劳居多的话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 换个角度想 稍微退出一下 也是好事啊 所以我建议各位嘛 这个盘在这个区间的盘局里面 尤其季限啊 目前台北股市你看 指数又大跌了 目前台北股市大跌了101点 现在指数来到10476 投资朋友 季限的关卡 在10468 也就是说台北股市快破极限 快破极限了 那这代表着说 整个融资的压力都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说逢高卖逢高空 那如果说你今天啊 资金不够多的 你就去做全证 那全证怎么做呢 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 有跟他提醒说我们开始 接入到一档新的权证 什么新的权证 他就是2439美绿的权证 你看美绿今天股价的大顶 美绿现在目前股价大顶 那我们去操作他的权证的话 这档权证我们昨天在节目里面 就有跟他讲的很清楚 他叫做 04438P 第一档买完之后 今天整个冲高了 这一冲高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04438P 他今天冲了多少 目前涨得快两成 目前涨得快两成 也就是说 你昨天买进到今天为止 已经快三成的获利了 那今天我们的获利不是只有这样 各位再仔细来看 之前我们有跟各位讲过 我们去买一档可乘的权证 可乘的权证 今天已经标到1.22了 当初0.56买 现在标到1.22 已经将近一倍了 已经有一倍的空间 你前面这档没跟上 没有关系 我说后面呢 你再去掌握下一档 准备发动的权证 结果呢 美率的权证 两天的时间 已经赚了三成 所以这样的一个操作模式 才能够让你在这个市场里面 不要用太多的资金 却能够赚到更大的一个利润 所以台北股市 今天目前已经大跌了 109点的过程里面 你会发现到 散户进场买是套牢惨重 那如果说这时间点 你不赶快把持股 去做一个调节的话 要预防 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 会有100多亿的套牢融资 现在台北股市的指数 已经破季线 下个礼拜如果正式破季线的话 那个开始多杀多的风险 它会非常非常的重 我希望各位这个时间点 赶快尽量缩减你手上的持股 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没有卷空的习惯的话 我还是要建议你 全阵的操作 绝对能够让你有大获利的空间 也不需要花太多的资金 那如果说想了解 相关的一些讯息的话 欢迎各位 待会打电话进来 加入我们的行业 赶快为下个礼拜 能够让你赚倍数的机会 赶快提早进行做准备 谢谢各位 本公司已望着奇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其余所推荐分析之个别 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各位